哈囉 您現在收聽的是Just Talk 焦土客 我是Lucy 然後呢今天一樣也歡迎到我的 好搭檔就是最有名的素人 哈囉 大家好我是豆腐 嗨豆腐 就是這個很討厭的壓迫感又來了 真的好不想聽喔 可以先出去嗎 沒有啦開玩笑 那我走了 欸欸欸 好 其實這個話題我覺得一直以來都 大家都很愛 就是接下來這個主題 你猜 跟你跟我有關的 跟全世界的人都有關 那就是吃囉 沒有不一定 這把人當什麼啊 飯桶 好恐怖 大家會大留言說什麼意思 對啊 對啊 你這樣講我很難想 是 跟你跟我都有關係 對 跟全人類的生活福祉有關係嗎 有有絕對有關係 其實 我們兩個能 我們兩個講的 講的 就是表達出來的東西呢 其實只能代表我們兩個的觀點 就單純的代表我們兩個的觀點 對啊 然後 每個人都是這樣 對啊 對我在講什麼 對 今天要講什麼 這是良性關係啦 喔 那跟吃也差不多嘛 對有有有 好像沒有啦 我身邊 你真的很 我身邊講的 好 反正呢 就是 因為 講這個主題的時候呢 我就是 當然我跟豆腐 不能代表全世界的男生或女生 對 那我們就是 用我們兩個看到的 或者是我們理解到 或者是我們經驗到的 來跟大家聊聊 那 可能聽眾朋友 會有 跟我們不一樣的聲音 或者是你有 你覺得 我沒有這樣啊 但是 就是 也可以思考看看 對 跟你不一樣的意見 這樣子 然後 不用被 局限在一個框框裡面 話題沒有這麼嚴肅 對對對 大家relax relax 對啊 就是一些 分享 對不對 對對對 那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好 就是你身為一個男生 那 你最怕碰到的 女生的類型是哪一種 女生的類型 對 我覺得是 這問題好像太大了 反正你就大概舉一樣 對 你就是舉一樣 女生類型喔 對 囉嗦算不算 絕對算啊 囉嗦就算了 可是我覺得囉嗦根本不是女 我也討厭遇到囉嗦的男生啊 啊囉嗦這類型就很煩啊 真的耶 根本不是兩性的問題 就是囉嗦的人類 就囉嗦很煩啦 就硬要講一些什麼奇怪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要比起來的話 應該 這樣講不知道 OK就是 比較會 嘿 比較會念的 女生應該比男生多吧 嗯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男生一有這種特質就超級恐怖 比女生還糟糕 就很麻煩 因為會甩來甩去 什麼意思甩來甩去 就 我不知道這樣講好不好 是就動作會甩來甩去的 你說如果那種 撈撈的男生 對啊我覺得會打到人啊 哈哈 什麼 可是我覺得 我是以一個 我在講的是一個 就是可能是異性戀男耶 哦 對啊 對啊沒有啊 這 每個男生可能都會有這種情節 哦 就是 OK 不一定要是什麼樣的人 OK 對 囉嗦這個特質是 不一定擺在誰身上都會有的 哦哦 怎麼辦 我剛剛好像講錯話 沒事了 大家要攻擊我 不用 哎呦 大家就是輕鬆的聽這個節目啦 齁 不用太那個很害怕 對 然後呢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就是美國的知名交友軟體 他有公佈一個就是 最吸引 知名交友 對 叫做Tinder 你不知道我們聽過 Tinder 好吧 好無所謂 反正就是這個名字而已 沒有在用 然後那個 他有公佈出 最吸引男女的職業前15名這樣 哦真的哦 對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 對我現在來講一下就是 男生 男性偏好的 就是異性的工作 嘿 你聽得懂吧 嗯 好 就是以你 就是以你 對的 但是他們的工作 對就是 第一名是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對 是怎樣 是感覺他可以幫 就是如果男友累了 然後女友可以幫他 哎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類似按摩 就是 哎因為其實男生嘛 對 呃 有時候運動啊 對對對 或者是健身什麼的 對 像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有在健身嘛 嗯 所以就是會有時候會肌肉痠痛 對 那 呃 老實說 要不要去上 就是要不要去做按摩 對 也是一個很 就是有需要去考慮的事情啊 對啦 因為其實 呃 按摩是很舒服啦 但是到底要不要花這個錢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必要 對那 當然剛好旁邊有一個異性 對 又剛好會按摩 對 對 perfect 真的 而且又是 對搞不好是你喜歡 哪裡都可以幫你按 而且搞不好是你喜歡的人啊 什麼叫你喜歡的人 他要幫你按也要他自願 也是 對阿 好啦第二名是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對 是男性的喔 男性喜歡的 真的喔 對第二名 這是為什麼 這感 就是可能你們 感性上面嗎 應該是說就是 你會覺得 跟他在一起 好像很多東西都用一種 設計師的眼光來看吧 因為我覺得設計師他們肯定有他們一定的一些品味 是 對一定不會太糟 然後這時候男生也可以 可能在這方面也可以 摄取 我覺得 摄取 是涉獵 對 哈哈哈哈 社群什麼 吸收 對就是涉獵一些 一樣的就是不一樣 涉獵一些設計的東西 就是比較 設計師 以這個講法感覺就是比較居家 你會把家裡的東西弄得很舒服 對 然後 欸男生可能看了 每天回家看到也會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 就每天在一個很棒的環境裡啊 對 誰不想要啊這很好啊 對啊 對啊 第三名 我這個我有點 有點 企業家 蛤 我反而會覺得男生應該不會想要 是喔這到底誰的 但是因為這個是美國地區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是以台灣人的思維來看嘛 了解 對 就我們亞洲人 對對對然後來看他第三名是企業家 我不知道欸 企業家我覺得 大家會想要 當然是女強人蠻厲害的 我是不排斥啦 對啊 喔你不排斥 我剛剛排斥這個 也是啊 對啊 他養你就好啦 是這樣嗎 可以的話 哈哈 原來你是這種吃軟飯的 沒有好嗎 我只是說我不排斥 好啦好啦好啦 喔天啊 整個沒面子 下一名公關人員 我覺得這個 很會講話 很會 social 很會門面的 至少看起來是 衣冠儲儲 哈哈哈哈 就是至少你看他就覺得很順眼 對啊 是不是 我覺得講到現在那個二名和四名好像差不多 看起來很舒服的感覺 喔對 就是室內設計師跟那個 公關人員你 所以你有覺得這應該算是異性會喜歡的 公關人員 我覺得公關人員 那不是異性男性 公關人員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他的那個氣 氣質和態度吧 嗯 就是你會覺得 譬如說在新聞上不是會看到那種 哪間餐廳幫忙發言的那種 對對發言人 通常都是特別年輕貌美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畢竟是公 就是 你這個品牌的門面的形象 所以 喔下一名我覺得 沒有人不愛 該不會護士吧 不是是老師 喔老師喔 那護士 差不多啦 差不多 護士竟然是十名之 真的假的 十二名 喔是喔 我沒有管到臭面欸 喔 蛤叨叨 對他十二名 奇怪欸 那我覺得我也不能幫別人發聲啦 對啦 因為沒有 以你來看啦 老師喔 看你有沒有跟其他的男性一樣 對老師 老師還 還行 還不錯 很怕唠叨 不過 謝謝念 有點戳到自己 對對對 功課寫了嗎 飯吃了沒 可是 做好 完全沒辦法插上話那種 對對對 可是我有 我有 朋友的確很愛欸 這是愛老師 對啊他說 很尊重老師 他受不了 好誇張喔 對啊他看到老師他就受不了 好現在公布那個女性的 女性的嗎 你來 對你來評評理 OK 女性偏好的男性職業第一名 喔這個 這個 這個很帥 企業家嗎 不是 但是他可能沒空理你 讓我猜一下 好你猜 建築師 不是 欸 運動員嗎 是飛行員 飛行員 對 飛行員蠻帥的吧 還不錯 可是你根本完全沒有時間跟他交往啊 因為他都在開飛機欸 他都在空中 他只是就是 但是 他都在耍帥沒時間理你你知道嗎 我要開飛機啊 好事 知可遠觀不可卸完 對 差不多 第二名跟 第二名 剛剛有提過欸 我覺得我剛剛有講到是不是 對 在男性偏好的 裡面有提到過 你猜是什麼 也是賺蠻多錢的 企業家嗎 對第二名企業家 這好像還蠻合理的啦 就是都有在 所以其實男生女生都愛錢就對了 對 前面好幾名 誰搬一群 都是企業家 對 欸第三名 第三名這個職業非常偉大 醫生 不是 偉大的職業 對偉大 總統嗎 可能會 可能會殉職欸 你猜 就是那個 警察 類似的另一種 救護人員 不是就是 蛤 這麼多還會 還沒有 工人嗎 不是 好啦我算了不要再猜了 聽眾聽得很煩 到底是什麼 是消防人員 喔消防人員 對這個很辛苦吧 喔 而且要隨時待命什麼的 喔我剛剛沒有講清楚 救護人員就是 喔我以為你講的是 不是不是 那個欸 我以為你講的是 護士那一類 對 不是不是我講的是 對消防人員 對這個 打火 打火 打火兄弟 對這個還還不錯 喔第四名你剛剛 可是還蠻帥的阿 對帥 肌肉 然後第四名剛剛有 你有提到 我剛剛有提到 對就是也是 運動人 不是也是偉大的職業 也是偉大的職業 對 你說總統喔 不是啦 我剛剛有提到總統 是醫生啦 喔醫生 對啊 喔糟糕喔 這樣是總統 哇第五名欸 第五名是什麼 我跟你講第五名 第五名就是你 我 我 對 跟你的職業有關 也不能說你的職業 跟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有關係 主播嗎 記者 不是主播 不是 不是需要露臉 喔剛剛怎麼了 不是需要露臉的人 廣播員喔 欸對 欸也有需要露臉 就是電視或廣播電台人員 喔真的假的 這個第五名 蛤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覺得電視可能還可以接受 電視人員 就是在電視上播報的 阿後 所以沒有含後製的 我也 他這邊就寫說 電視或廣播電台人員 喔 那應該沒有含後製 我覺得應該是要 如果以電視 就是來講 感覺就是一個 呃 有用聲音或影像的職業啦 對可是 可是如果只有廣 可是如果是廣播電台人員的話 是聽聲音然後愛上那個人欸 然後看到如果失望怎麼辦 對啊 所以女生其實很 每天都磨在耳朵裡面這樣 所以女生其實很 很 很被聲音給吸引嗎 對 那我是不是要公開 我覺得你就是不要公開臉啊 你就是用聲音讓大家聽就好啦 你不要公開 喔難過 整個難過 害我想到了就是之前那個 大選 總統大選 某個候選人的 我知道 翻譯 他的英文 發音 講得很好聽對不對 他整個 然後大家 都留言 都留一些很 就是非常直接的留言 就是他的聲音讓我們懷孕了 我知道 那個 我知道 還有去訪問他 他有直接跟他講這一句啊 哇賽 有人跟他講說 欸你知道你的聲音 會讓人懷孕嗎 好恐怖 可是我覺得這個 直接講出來有點 在那個人面前欸 他會起雞皮疙瘩 我覺得他會傻眼 他不知道怎麼回應 可是他回應 那他要負責誰的 還是什麼 他就沒關係 他就負責播種就好了 哎呀 對啊 他第五名 其實我有一點驚訝欸 所以我們女生是很偏好聲音的嗎 聲音這個方面 你在問我嗎 應該要 我在問你 欸我問你幹嘛 對啊你問我幹嘛 對我是自問 所以是這樣嗎 我覺得還好欸 還好喔 對啊 還是要看到吧 可能 沒有現在問題就是 你不小心看到我了 所以我完全覺得這第五名根本不準 對 評審第五名啊 所以我跟妳講 就是不能看到 哈哈哈哈 對對對 真的很糟糕 就用耳朵聽 對 每天活在幻想裡 跟那個飛行員也差不多喔 因為飛行員都見不到面 就整天幻想他飛得很帥樣子 對對對 然後看不到他 好慘喔 甚至根本不是個交往對象 好慘喔 就只是一個 一個王子形象這樣子 對對對 就只是一個王子形象 其實那你覺得 你有什麼喜歡的 天好的異性職業嗎 異性職業喔 對 嗯 我剛剛不小心說溜嘴啦 護士啊 喔護士 好吧 還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觀念要改一下 因為如果以另一半的角度來看的話 嗯 這個職業有點太辛苦了 對啦 真的欸 所以其實這個指標就是 是美國地區的 然後我們就是拿來參考看看 對 啊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營養師還不錯 喔營養師 對對對 好對這個還不錯 還蠻好的 OK 下段節目還有更多的 兩性關係的議題 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Lucy 我是豆腐 Goodbye 拜拜 欸要繼續收聽我們焦土客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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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